我是梁工手之,这期视频我们接着学习小老虎帽子配饰的编织部分 先从耳朵开始,拿出黑色线,左手持线,形起针 出针放到线的后面,向身体的方向绕圈,形成圈以后将线勾出 接着立一针锁针,从环内入针,勾至六针短针 新手姐妹在第一针短针位置做上记号 勾至到第六针短针时,我们需要换黄色线编织 好线以后,在第一针交扣位置勾至一针一八针 第二圈,接着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接着从内半针入针,一针目对一一针短针半两针的加针 新手姐妹,每圈的第一针,记得用记号扣做上记号 第二圈,一共12针 每一圈,勾至到最后,都需要在记号扣位置勾至一针一八针 第三圈,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从立锁针位置,内半针入针,一针目对应勾至一针短针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勾至一针短针一针放两针的加针 接着重复三针短针 一针短针放两针的加针 一共勾至三组,一共15针 第三圈,勾至完成 在第一针短针位置,勾至一针引八针 第四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从立锁针位置开始,一半针入针 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勾至15针 勾至到最后一针的时候,我们换黑色线 在第一针短针位置,勾至一针引八针 第五圈,立一针锁针 从立锁针位置开始,内半针入针 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勾至15针 勾至到最后一针,换黄色线编织 以六至七圈,立一针锁针 立锁针位置开始,内半针入针 一针目对应一针短针 每圈勾至15针 第七圈勾至完成,用耳朵对折 跟上这一针目在我们的右手边 再向中间对折 勾针一次穿过四层织片,将线勾出 接着立一针锁针,立锁针位置开始 勾针一次穿过四个织片 勾至一针短针,一共勾至三至四针 完成,另一针锁针拉长线圈,断线 耳朵就编织完成了 按照同样的方法编织两个耳朵 接着我们编织鼻子和嘴巴部分 拿出白色线,左手持线 环形起针 针放到线的后面向身体的方向绕圈 形成圈以后将线勾出 接着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接着在环内勾至各六针长针的枣形针 首先勾至六针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我们的线材仙 我们的线材仙 继续导 接着一个线材仙 这样也要奔 anda 接着一个线材仙 看满的紫材仙 在黑塵里贝得 来 上有七个线圈时绕线一次穿过七个线圈 接着勾织三针锁针 从环内入针勾织一针引发针 接着立三针锁针 同样从环内入针勾织六针长针的枣形针 勾织三针锁针 从环内入针勾织一针引发针 接着立一针锁针 将线圈拉长断线 预留足够长的线头便于缝合 用手指将我们勾织好的嘴巴 向外轻轻的推起 接着拿出黑色线 从环内入针将黑色线勾出 接着立两针锁针 接着从环内入针勾织三针中长针 接着勾织一针锁针 断线 鼻子嘴巴就勾织完成了 现在我们来进行缝合 找到帽子靠近帽眼中间的一个位置 将鼻子嘴巴部分进行缝合 缝合完成以后将线引至帽子的内侧 鼻子和嘴巴放在正中间的位置 我们来确定耳朵的位置 这耳朵成一个三角状 耳朵上面的两个脚向内倾斜 确定好倾斜的角度以及位置 我们开始将它缝制在帽子上面 开头和结束的一针 需要多缝制几次 这样会加以固定 将线引至耳朵的背面 将线引至耳朵背面的中间位置 中间位置对应的帽身部位 固定粉制一针 粉制完成 把线引至帽子的内侧 这耳朵就粉制完成了 用同样的方法 将另外一只耳朵也粉制完成 粉制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确认好位置 感谢观看 两只耳朵都粉制完成 接着我们来粉制表情部分 粉制表情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掌握好位置就可以 粉制完成 将帽子的内部外翻 将线头隐藏一下 这个线头都按这样的方法隐藏 把线头这边小小的毛絮 给它用手轻轻的揪一下 这个线呢非常的柔软 也很薄卵 但是它的线头处都会掉毛 因为我们预留线头的时候 一定要预留长一些 揪掉一段以后 就不会再掉毛了 帽子翻出来 用热绒胶将眼睛固定在鼻子的两侧 尽量使用平面的眼睛 这样不会刮伤头皮 小老虎帽子的讲解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对良工手指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